房地合一稅可能明年上路 已經有投資客擔心被課稅 趕在稅改上路之前 把房子給賣掉 錢落貸為安 進來就掀起了金店面降價出售潮 像是人潮最多的士林 本來二樓的套庭的店面 開價兩億一千萬 現在降價快6% 連東區跟西門町這些的金店面 也有在降價 不過本錢不夠雄厚的投資客 罷繳稅 而買豪宅的有錢人 則是出現了左手換右手的手法 來避稅 這裡是外國觀光客 最愛來的士林夜市 所謂的人潮就是錢潮 但這棟透天店面竟然要出售了 恐怕就是未來幾家上路的 房地合一稅 士林捷運站一走出來 這間金店面掛著大大的售字 屋主原本開價2.1億元 最近降價促銷賣房價格 來到了1.98億 等於降了5.7% 少賺了1200萬 肯少賺賣房 房仲業者透露屋主就怕明年 房地合一稅上路後要繳 更多的稅 這個時間點有很多的業主 他們會去思考 可能去做一個重新財產規劃的 一個方向 特別像是一些高總價 或者是當初持有成本比較低的業主 他們會比較積極在從事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以這件事林透天店面來看 取得成本1億元假證 屋主成功脫手後獲利9800萬 先將房地分開喝稅 屋主得繳國庫一共1178萬 未來房地合一上路後繳的稅更多了高達了3392萬 換算下來多真的2214萬 西門町東區不少金店面都因此掀起了出售潮 不過專家也點出了一大問題 當然可能會去思考一些節稅的一個方法 那目前可以看到 對於房地產的一個節稅的規劃 除了透過公司行好的一個移轉 那另外來說現階段有一些持有人 他們可能會採取所謂的 先墊高成本的一個方式 也就是說有錢人還是有辦法避稅 說白點左手換右手移轉交易 試圖墊高持有成本 避免被課徵重稅 資本不夠雄厚的屋主獲利了結 只判早早出場 但就怕有些人避稅 所以政府配套措施也得思考周全 記者 陳子芬 陳信 台北報導